眼下拳王小洋人日益增多 各路名人也纷纷中招 本期视频带你盘点近日突变小洋人的明星 看看他们都有哪些症状呢 第五名 韩红 根本现在发型可疑 真的 我实在是太好笑了 哇 好冷 我现在浑身疼 腿脚也不利手了 据媒体爆料称 截止至12月16号 是韩红确诊的第三天 视频中的他看起来 整个人十分憔悴 发型四肌窝 嗓音受损 让很多网友感到担忧 第四名 于何伟 就在12月12号 于何伟发布了一条 质疑抗原准确性的视频 结果三天后就中招了 我记不清今天是第几天 我应该是 反正我想再测试一下 结果 还是两档钢 两道个 夕阳很美 我很沮丧 第三名 行昭林 记录一下 在我高上39度 刚刚推不下来的时候 我马上求救了我的中医朋友 她让我妈给我炖的那个 姜配上那个葱 煮的汤 冷水煮 然后煮15分钟 然后烫着喝 然后我这边已经喝了一碗了 然后我曾提供 我的温度已经下来了 现在我整个人有劲了 刚刚就是蛋都站不住 第二名 林更新 没想到 平日不怎么更新动态的林更新 在14号突然发文称自己 也开始发烧发热 但没买到退烧贴 看了网友推荐的办法 入了纸尿裤临时抱佛脚 此时还有网友调侃称 想看她的自拍照 难道是这样的吗 第一名 小沈阳 小沈阳就比较特殊了 别人都是发烧嗓子疼 她的病症却与众不同 看到他们样子的你 有没有感到心疼呢 关键时刻还是要注意防护 增强自身免疫力 多多转发羊迪 祝自己平安健康吧